哈囉大家好,我是子豐 雖然大聯盟最後賽還如火如荼的進行中 但在這中間沒有新的一些在分析的時間 讓我們趁機來聊一下 本集入閘大聯盟的亞洲球員有哪些球員 以及他們過往的表現 那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想更了解棒球數據的意義 就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還要分享出去讓更多人一起來認識數據棒球喔 如果想要回顧過去的棒球資訊和球員故事 也歡迎點擊右上角觀看 今年球季進入到了尾聲的這個時間點 雖然亞洲職業聯盟也都還在進行季後賽 但是今年大聯盟入查球員 倒是有不少球員 已經吸引了很多球隊關注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好好聊一下這些球員吧 首先,第一位肯定是這次最大咖 而且勢必會掀起各隊強人大戰的一位頂級投手 來自日本職棒 歐立式猛牛的王牌投手 山本遊生 日前已經創下日志首位連續三年拿到投手四冠王的超級強投 更有可能在本季達成日志史上第二位 與楊蓮第一位的哲春賞三年霸的投手 身材雖然不高大 是劣勢 但是有著優衣的球數 這樣快速指插球安曲球 都非常的極品 而且難打 都是山本遊生能虐殺日志的關鍵 而且年紀不大的他 過去也展現出優衣的耐戰力 連續兩年突破190局的投球 加上本季也有超過160局的投球 如果再把今年賽也算進去 那也不慌都讓了 那如果說山本挑戰大聯盟的風險 大概就他能不能適應更高強度的比賽 和投一修飾的節奏 甚至飲食文化和環境 這些出國打拼會遇到的挑戰 他也難以避免的需要去調整 不過哪怕有些風險在 他能就被看好能佔領大聯盟的輪值 只是會是山號先發或是頂級先發的差別而已 也因此山本遊生已經傳出 可以獲得超過200M的巨額合約 其中包括巨人 大都會、洋雞、紅腕、稻奇等豪門 都有傳出非常認真在關注這位頂級投手 不過接下來這位雖然關注度也不低 可是評價卻沒有那麼高 作為本集景點是在日本隊的另外一位先發輪值 來自橫濱DNA1星的金融生態 除了年紀已經達到30歲以外 本季首次拿下三陣王的他 雖然說也有一定的球酸切球 變速球和取球可以作為武器 偶爾還能丟一下滑球 但主要仰賴的是自身出色的COMEN能力 來創造不少三陣 不過也真是如此 被認為STARF不足以碾壓大聯盟的他 雖然有球攤認為有機會成為23號先發 但更多的是認為他只能成為5號先發 或是長中紀的牛蒙投手而已 而且還不知道橫濱有沒有允許他的入雜申請 但已經吸引不少大聯盟球團的關注 包括陽雞、紅襪、藍鳥、有機兵、廢成人、小熊、紅雀、巨人、香味神和教室等對的關注 第三位應該是正是確定會入雜的日誌投手中 最不被看好會成功的一位 來自北海道日本火腿的上澤之之 其實除了年紀已經達到29歲 巔峰年所剩不多 在日誌沒有能交出載誌的成績 更讓人覺得他會成為下一個友人行評 但因為火腿向來都不太會阻止球員去挑戰大聯盟追夢 所以對於他而言去完成夢想 哪怕失敗了也頂多以自由球員身份回到日子而已 球速不算快的他或許可以靠直插球在前期 稍微欺負一下大聯盟打者 畢竟這種球路在大聯盟算很賤 但時間一場恐怕就會失去作用了 有些球攤認為他有體會成為後段輪職 但更多的是覺得他只能擔當長中繼的角色而已 第四位也是這次唯一的牛棚投手 來自東培樂天經舊的松井玉樹 今年剛完成救援王208 除了有不半的球術還有一顆極品滑球 甚至切球也能作為武器 和偶爾可以丟一下的曲球 也讓他在日子有頂級的壓制能力和穩定的救援水準 而本季球季結束後 就可以直接獲得國際自由球員身份的他 基本上不需要透過入閘制度才能打大聯盟 而這也成為他的優勢 因為既不用失去選球籤 還不用付入閘金 絕對會讓他更加吸引大聯盟的球團開架 控球同樣出色的他 金典賽金典賽其實是讓人有點失望的 因為沒辦法適應金典賽用球的問題 也讓人多少質疑他會不會很難適應大聯盟的球 不過大部分球探人就看好他可以成為 至少單槓七局的勝利組牛棚投手 第五位是這次應該會被球團擋下來 不讓他進行入閘制度的高橋光成 來自其餘習武師的他雖然才26歲 但這次無緣恐怕還要再等個兩三年成挑戰大聯盟了 而目前來看習武並不同意他進行入閘 有著不錯的生產和球術 高橋這幾年的控球也逐漸在成長 搭配紫叉球、滑球和切球 甚至偶爾還能丟一下的曲球 這幾年其實也展現不差的那一戰力 但要說稱得上頂階等級的水準 那可能還需要再穩定繳出現金的好表現一兩年 會更有說服力 不過本集大概是無緣挑戰大聯盟了啦 第六位同樣是這次可能會無緣挑戰大聯盟的 日志搭者來自獨賣巨人的拳雷大王鋼本和真 生涯三度拳雷大王兩度金手套的他 已經證明自己攻守兩端都很出色的實力 同樣是今年沒辦法順利入閘 就要再等個兩三年才能以自由球員的身份挑戰 但是已經展現優異的長打能力和守備水準 雖然只能單槓角落內野 而且這樣的打擊實力能轉換多少道大聯盟 仍舊是比較大的問號 但相信只要他能挑戰大聯盟還是會順利獲得一紙合約的 最後一位也是這次唯一的韓執球員 風之孫李政厚來自韓執的裴正英雄 現年才25歲的他 新的年就展現不錯的打擊能力順利手下新人王 後續更收割了兩次打擊王 去年還以另類的三冠王的身份拿下MVP 讓他今年入閘的可能性大增 有著出色打擊技巧和揮棒速度 雖然今年因為腳踝傷勢導致提前關機 在球技最後一場才回到場上 象徵性的喊球迷道別 除了打擊能力出色 且常打逐年成長外 守備能力同樣也不差在李政後 更是曾經連續5年奪下金手套獎 不過今年因為傷勢恐怕要中斷這個紀錄了 早在年初 球團就有宣布他球技結束後 會進行路紮挑戰大聯盟 在技術中傷勢發生時 也有記者揭露說 他和球團都沒有因此改變心意 因此則是會順利挑戰大聯盟 恐怕不會是什麼大消息 而這位康鐵能力出色 且守閃協調能力也非常優異的打者 其實讓不少球團都有在持續關注他 而且選球能力非常突出 近年來的保送都比三陣多 就足以說明切了 那現在球團擔心的是 挑戰大聯盟後 需要適應日常性的95MI以上火球 甚至牛棚動輒100MI的球數 都會考驗著李政後 能不能適應的一大關鍵 其中像是陽雞、巨人、守護者等隊 都有曾經傳出 對李政後感到興趣 這次順利取得大聯盟合約 大概不會有意外 關鍵還是在於 之後能到大聯盟 能轉換多少的成績了 這次介紹了七位球員 劉威日子一位憨子 其中有五位是非常有機會 在本集挑戰大聯盟 那你們覺得他們最後會降落誰家呢? 更甚至他們到大聯盟後 又能繳出怎樣的成績呢? 都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討論喔 也祝福各位支持的球隊都能一直贏球 另外要記得訂閱、分享 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的最新影片喔 我是齒鋒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 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喔